溫市警方正調查市中心一個女性露宿者物品遭縱火的案件 案中受害人未有報警 但警方通過現場附近的保安錄像片段揭發事件 案發上月13日凌晨4時多 嫌疑人逃經溫市中心咸美頓街近溫哥華女王劇院對面時 突然縱火焚燒一個正睡覺的女露宿者身上的毛毽 然後迅速逃離現場 行儀30多歲的女事主及時蘇省未有被笑傷 涉案男子疑似白人年約35歲至50歲身高5隻10吋 警方呼籲公眾提供線索協助尋找嫌疑人的下落